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dy烏山如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我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化妝間 非常緊張 因為很多人都很期待 我的化妝間是走一個夢幻公主風 但其實沒有 它就是一間以實用為主的更衣室 所以其實也沒有非常的大 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化妝台其實很可愛 它是一個長這樣 看到嗎 一個很工整方方的黑色配金色的化妝台 在拍廣告的時候突然看到旁邊有這張桌子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這張桌子為什麼就呼鈴鈴的一個人擺在那裡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上一個廠商沒有要使用了 好像就是Chanel 然後就說天啊 那可以給我嗎 他們說好好啊 你就付個運費什麼的 就把它搬到我家 所以我就想莫名其妙撿到了一個 算是名牌高檔似的化妝台 這邊是耳環 然後這很可愛啊 全部都是愛心啊 這個是楊辰林同款 就是她宣布她跟李榮浩被求婚的那個時候她戴的耳環 哇 好不容易拿到這個 我好開心 說到楊辰林 其實因為我當她的粉絲也當了蠻久的時間 真的是從小看到大 所以我的化妝台旁邊有一個 她大概是2016年的時候代言某個女鞋品牌拍了廣告的單張 我到現在都還貼在牆壁上面 在這邊 在這裡 看到了嗎 好可愛喔 那個時候她真的是萬千少女 心服中的超級偶像 她怎麼打扮我們就要怎麼打扮 然後她穿什麼衣服 剪什麼爬心 買什麼包包 我們全部都要跟著她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然後呢 帶過來這邊就會是我的 所謂可怕的更衣室 長的擺在那邊 短的擺在這邊 這不就是Sandy參加憲哥小巨蛋演唱會穿的洋裝嗎 看來被放在了衣櫥的C位呢 好啦 這就是我的化妝間介紹給大家 希望你們喜歡 荒荒萬物 少年陪伴 每週二代優酷不見不散